纯到极点的医疗不可能三角 大家好我是龚师傅 欢迎来到银娟频道 夏文原创古源 来自微信公众号古老板 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人 创建各种理论来制造各种问题 医疗不可能三角 就是这种愚蠢的理论 金融理论里有个蒙戴尔不可能三角 说的是金融体系在资本自由流动 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 这三者之间只能选择两项 不可能三者接得 否则就会导致金融崩溃 有人拿这个理论 变了另一套理论 叫做医疗体系的不可能三角 便宜服务好 高效三者 不可能同样不可能兼得 不然也会导致崩溃 出一看这个理论有没有道理呢 好像很有道理 我们先来论述一下 这种理论的常见观点 比如美国选择了高效和服务好 这所以导致医疗成本巨贵无比 所以美国高效服务好 但价格贵 再比如英良邦国家和欧洲 选择了便宜和服务好 结果就是见了医生很难 对到死 所以选择决定效率 所有英良邦国家和欧洲国家 都是这样 医疗系统效率低下无处不在 那中国呢 选择了便宜和高效 代价是医生高强度工作 病床高周转 门诊高周转 所以服务差 以上论述是不是实际的情况呢 确实是真的 但理论却是错的 医疗不可能三角 理论错在哪里呢 第一大错就是对英良邦国家中的 低效高至的定义错误 在英国 每年人均绝对医疗成本为3327英镑和4356美元 医疗保健水平 还落后于墨西哥 与斯洛伐克和秘鲁的水平相当 而NHS事故频发 攻击不足 效率低下也是臭名昭著的 可见一年邦的医疗系统 又贵 服务又差 又低效 医疗不可能三角 理论错将福利医疗当成免费医疗 给他设了个便宜的标签 实际上不过是征税来实施的医疗罢了 费用非常高 人均开支近美国的一半 其次医疗不可能三角理论完全忽视了人们的需求 居然把排队 看病当作服务好 看个病要等几个月 这叫服务好吗 帮助病人解决痛苦 才是医疗服务品质的第一维度 第二大错是什么呢 对全世界最为特殊的美国医疗定义 也是错的不得 不可能三角理论将美国定义为贵 服务好 高效 那服务车来一趟就要1200美元 这叫服务好吗 高效得看结果是什么 医疗服务品质好坏的一个重要标准是什么 是人均寿命的指标与投入费用的计算 美国人一年平均化上万美元在医疗上 但美国人均平均预期寿命是发达国家里最低的 还经常在某些年份出现人均寿命下降的情况 这是哪门子的高效和服务好 第三个错误是把医疗服务理所当然的理解成了大锅饭 它忽视了人的不同的需求层次 餐饮市场存在不可能三角吗 如果你搞一个人人都必须去的大食堂 那就有不可能三角了 马云来吃饭吃的也是农民工的饭菜 这叫做服务不好 中产去吃饭价格不贵 但要排队 这叫效率低 穷人去吃饭发现价格比路边摊还要贵 这叫价格不便宜 但多层次的餐饮市场不是完全解决到这个问题吗 因为每一个人都去自己适合的场所吃饭 不都是价格又便宜又高效服务又好吗 你把所有消费层次的人全部混在一起 这不是人为制造矛盾吗 结果是谁都不满意 那这是医疗市场必然的不可能三角吗 更加市场化的医疗是 穷人的需求也会得到满足 并且高效便宜 第四个错误呢是对中国医疗的错误判断 仅仅拿美国一联邦国家和中国来比 我的观点是中国的医疗又高效又服务好又便宜 中国的人均支出 医疗支出人均一万元左右 但中国人均寿命预期接近美国的水平 也就是说以美国六分之一的医疗费用达到了和美国接近的人均寿命 这不是高效吗 中国人有了病随时可以看到医生 即使去看专家也不需要等几个月 只要你去排队 哪怕找黄牛买号呢 总是能见到的 这就是服务好 再来说便宜 总支出更少 当然就更便宜 不管与美国的医疗比还是和英国的医疗比 中国的人的总支出都要更低 那为什么呢 其实就只有一个原因 中国的市场化程度比欧美更高 因为中国的医院不像英国的公立医院 英国的公立医院是全额财政付款的 但是中国的医院财政付款非常少 医院的主要收入来源 来源于病人看病上交的费用 中国的医生有动力提高医学技能 有动力让自己在当地社会形成良好的生育 因为技能和生育可以换到钱 可以让更多的消费者募赢而来 所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 中国公办医院的医生都很拼 因为努力会有结果 努力也能提高收入 现在中国医生在很多领域的治疗水平 手术水平一定不次于发达国家 甚至在不少领域领先全球了 治疗水平高 收费还不高 这就叫服务好 所谓的医疗不可能三角 是愚蠢无比的理论 是将医疗服务特殊化的论证 其实医疗和吃饭是一回事 都是服务业 餐饮要怎么搞 医疗就应该怎么搞 中国的医疗当然还有很多问题 这些问题就是市场化不够彻底导致的 但正确的方向应该是进一步减少限制和加强市场化 可惜官办医保危机 让这种伴郎子的市场经济也要倒退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下期见 拜拜